再来看到欧洲的疫情又恶化 各国政府轮番祭出新一轮的防疫禁令 却引爆了民怨 首先要看到的是奥地利疫情很严峻 22号再度封城了 民众必须居家餐厅和大部分的商店都是不开的 而反疫苗的极右团体发起了大规模的示威 而在中欧的克罗埃西亚 禁止没有疫苗护照的民众进入政府机关大楼 有上万名愤怒的民众走上街头 觉得自己被歧视了 再来看到的是抗争最为激烈的就是荷兰了 连续两个晚上发生了抗疫冲突 警方甚至朝人群鸣枪示警 造成了五个人因为枪伤得送医治疗 有30个人被逮捕 欧洲入冬以来疫情急剧升温 各国政府也陆续祭出新一轮的防疫禁令 不过却引爆民众长期受限的压力过 荷兰连续两晚爆发抗疫冲突 周五年轻人因为不满政府取消跨年烟火活动 在路特丹市的大街上燃放鞭炮烟火抗疫 警察也朝人群鸣枪示警 至少有五人因为枪伤送于治疗 近30人遭到逮捕 周五路特丹的暴力冲突事件后 示威团体也取消了原定周六 在返古美术馆前集会的计划 不过当天还是有数百民众 到美术馆前进行和平示威 比利时爆发第四波疫情 累计死亡人数超过两万六千人 感染人数接近一百六十万 上周三政府下达更严格的防疫禁令 要求民众一个星期居家上班四天 十岁以上的民众在室内必须戴口罩 超过三千五百名不满禁令和反疫苗民众 在布鲁塞尔的街头示威 最后也演变成暴力冲突 奥地利是西欧接种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近日疫情再度恶化 政府下令全国封锁 民众必须居家 餐厅和大部分的商店都关闭 许多民众赶在22号禁令 实施前的周末到耶旦市集购物 欧洲又将度过另一个黯淡的耶旦节 奥地利65%的人口完成接种 覆盖率偏低与极右派团体散播疫苗怀疑论 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也在周末发起示威抗议政府的封锁令 中欧国家克罗埃西亚 近日下达新的防疫禁令 只准持有疫苗护照的民众 进入政府机关和大楼 引爆民怨沸腾 超过一万五千人走上街头 向政府抢架 南半球的澳洲 周末同样有大规模反防疫禁令游行 参与的民众除了不满封锁 也反对维多利亚省提出的争议法案 要赋予省级卫生部长更大的权力 来指挥防疫 美国各地近期也发起了反疫苗运动 佛罗里达州议会通过法案 禁止企业强制员工接种 佛州奥兰多迪士尼宣布取消强制员工 施打疫苗的规定 除了是法律上的考量 迪士尼主要还是担心缺工问题 不过迪士尼强调 目前九成员工都已经完成接种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